一条底裤,一张厕纸都有它的重要性,它电影里的配角有100%演艺生涯,仅仅只是出现在周氏电影里,离开了周星驰,变成了路人甲,我们甚至都不记得哪些龙套,除了出现在电影之外,还干了什么,仅仅是昙花一现,便销声匿迹了。 至少有90%,被人记住的配角都是仅仅出现在周星驰电影里的,哪些配角离开了周星驰就不再火了,几乎不再吸引观众注意,天桥底下的乞丐也该有自己的属性,当它出现在画面里,就该展示自己的属性,即性格,特点,表情,技能,甚至是作为乞丐都表现出当歌唱家的潜质,或者向小孩推销如来神掌的秘籍,它是个乞丐,有自己的游戏规则。 而我们看大多数电影,乞丐都是要犯的,毫无心意地做出一副剑仰,几句烂俗的台词,拜托,乞丐也有幸生活,我就不相信乞丐讨来的钱,都拿去做慈善的。 周星驰赋予了他们什么样的生命力,周星驰接受财经采访时说,当初跑龙套时,他觉得自己不该是一个普通的龙套,我的出现应该有他出现的意义,哪怕是被一掌打死,他的一生都是那么私底下反复锻炼过的。 一个天才长达五年的龙套生涯,受尽了冷漠,得不到重视,被忽略,被埋没,当他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,便把龙套重视起来。 他认为每个人的存在都本该有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,只是残酷的现实,并没有把这些小角色放大。 所以有了以下的台词,我表面上是卖猪肉的,其实我是个舞蹈家一一如花,我是降报,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一个作曲家的理想。 一一降报这表面是一双皮鞋,其实它是一部行动电话,一一皮鞋,无论你怎么打击我,我都要告诉你,其实我是个演员,一一周星驰,许多自作聪明的人认为周星驰大量抄袭好莱坞作品,以致敬的名义抄袭金海坠,我不同意。 实际上周星驰掌握电影主体结构之后,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核心,都是从小人物奋斗之后对命运的反抗,最后送上几句经典台词,为什么坚持?